以色列政府同意向英特爾提供32億美元的寶座 用支持在以色列南部建設計劃中價值250億美元的新晶片工廠Fab38 雙方在星期二發布了這個信息 這是以色列有私來針對企業的最大一筆投資 這項消息發布之際,以色列與黑馬斯的衝突仍在持續當中 在華盛頓對以色列加大施壓要求採取進一步措施 減少加沙地區平民傷亡之際 這間美國大公司與以色列政府慷慨解囊 展現對以色列的雙重支持 英特爾在聲明中說 對他們位於以色列加特鎮工廠的擴建計劃 是該公司努力促進根據引擎全球工業鏈的重要一環 同時也是公司在歐洲與美國正在進行和計劃進行的製造業投資的一部份 這間工廠距離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大約42公里 在英特爾執行長領導下 英特爾已經投資幾十億美元在三大洲建設工廠 以恢復他們在晶片製造領域的主導地位 並且更好地與競爭對手超威半導體公司 英偉達與三星競爭 本日是十分之一無三 我是十分之一 我是十分之一 我們不用客氣 都不允許 你找到四角度 不用客気 我媽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